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多了解比较好 所以我们会多讲一点 比如说 我们先练一下 你自己选一下答案 The large area of swamp Large area of swallow Large area of swarming Large area of swelling And the redness is caused by insect bites Urging medical attention is necessary The hurricane was so destructive The people had to survive without principles Without wind Without electricity Without flooding For several days The life of the amazon tribe Is very prominent Is very primary Is very primitive Is very profound People make clothes from leaves and leather The police have charged a list of five people Withexceptionally starting bushfires Exceptionally starting bushfires Hydraulically starting bushfires Consequently starting bushfires Deliberally starting bushfires And have taken legal action against ten people For fire related offenses The tax is added to the total price At the cash At the cash route At the cash register At the cash cottage At the cash campsite Not including the price Let's look at the cash 我们看看 找什么意思 看看你原先看的时候 了解它几层 如果你对的话 是蒙的 还是真的对 错的话 你就说 哦 原来这个值是什么意思 那个什么意思 The large area 这个大片的地区呢 大片的地区 什么东西呢 就是表示一个所有 表示它一个 一个重属关系 表示它是里面的东西 属于它的 这个off 有这个 有个什么东西 我们先讲 And redness 就是红色的 这个大片面积有红色的 It's caused by Insect by 是昆虫 Insect昆虫 昆虫咬的 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真的很大面 就是小面积 就是皮肤上 有些红斑 红肿的地方 然后Urging medical 就是一个 Urging就是紧急的 一个医药的 Attention 就是医疗照护 是必须的 就是不一定是看医生 就是要包扎一下 至少家里 老婆 女儿 妈妈 赶快 有没有什么 点酒 消夜药 这个绷带 纱布 弄一下 就是医疗 做一些简单的 因为这个昆虫药 这个蚊虫药 也死不了 可是 只要消毒一下 红肿消毒一下 做一些简单的 医疗的 那这是 大块区域什么 Swarm就是 沼泽 哇 这个皮肤哪有沼泽 不是 Swallow是吞下去 Swallow 是没有跟吞下去 没关系 Swarm就像蜜蜂 一些昆虫 嗼嗼嗡飞 一群一群 在飞 这又不是 Swallow 就是肿胀的 Swallow 当然它也可以当 形容词也可以当 名词 肿胀的 对 这就答あり Swallow 就标志的答案 这一块区有肿胀 以及有这个红肿 我们就红肿 Swallow 就是肿 维革 就红 两个在这红肿 选择 这个没错 Huriken就是飓风 就是我们像台湾台风 台湾叫台风 美国叫Huriken叫飓风 就是台风 美国分五级 我们说东太平洋 日本 香港也是五号 香港叫几号风球 台湾就是强烈台风 总组台风 青组台风 澳洲叫威力威力 每个地方就不一样 反正就热带气旋 就热带气旋 低气压引起来 这飓风是如此destructive 有这个 迫害力的 有毁灭力的destructive destruction它名字就是毁灭 就是有毁灭性的 所以人们呢 只好 这边又是 连接词就不是关系代名词了 因为关系代名词前面加了名词 它变成它受词 后面 那前面不管是动词 形容词什么的 它就变成重属 重属连接词 可能都一样 重属连接词跟关系代名词后面都接词去 都可以有动词 但是次要的 那所以人们呢 have to 就是必须 have to has to had to 都是 必须 survive 必须要生存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 有好几天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principle 没有原则 那不可能吧 这是 这是台风来 为什么没原则 没有风 这是 台风就有风 还没风 那没风 我也没什么关系 也不对 electricity 就是电力 没有电 就对了 好几天没电 就台风来了断电 就绝对对 flotting是淹水 没有淹水 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标准答案 这个题目就出得非常好 答案是唯一的 electricity 其他的完全不对 这个题目 请一下按个赞 100分 非常好 The life of emergency tribe 就是亚马逊 tribe是部落 他们的生活 就是南美洲 亚马逊 丛林 亚马逊 河 它世界上好像 第二场吧 第一场是尼罗河 第二场 第三场才是这个 不知道是中国的这个 好像是黄河 黄河跟那个美国的 这个密西西比河 反正它大概 Amazon第二场的河 这是亚马逊的部落 当然是比较原始 是怎么样的 它是非常怎么样 然后人们呢 这个怎么样 这个做衣服呢 就是从树叶 跟这个letter 就是皮 瘦皮 去打猎 你说从树叶 跟瘦皮 做衣服 那当然很原始 很落后 所以它的部落 是非常 prominent 对不对 prominent有两个意思 一就是很杰出的 它怎么会杰出 第二个是很突出去的 像这个什么 岩石 什么东西 山的 有一部分 突出去的 也不是嘛 这不是 primate是主要的 它这个部落神 主要也说不通 primate是原始的 那就对了 primate就对了 原始了 primate是很深层 也不对 当然这题目也出得很好 就是primate是对的 当然你认不认识 是另外一回事 但你如果认识单字的话 primate完全对 100分 其他三个都零分 这种题目就出得很棒 这个警察呢 charge charge 我们一般有好几个意思 charge 有这个 就是叫你付钱 也可以是记账 叫你付钱 要跟你胜小 台语叫胜小 叫算账 胜小也可以是 要找你麻烦的意思 至少 那这边是提告 空数 至少五个人 worth 那worth就是有啊 可是它 这个阶级是意思很多 这边也就是因为 因为的意思 因为呢 什么study 就是开始了一个 bush 野火 bush 本来是树虫 就是矮树虫 灌木虫 就是野火 它是怎么样的野火呢 就是他们烧野火 那烧野火为什么要被起诉呢 然后呢 taken legal action 又采取了法律措施去对抗 去对这个十个人 就是对于这个有关 跟火有关的 fire related 跟火有关的offences 就是一些 本来是攻击啦 反正就是一些不当的措施啦 你说这个 它控诉五个人 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乱烧野火 第一个exceptional 例外的 这怎么会 这什么是例外 不通 hydraulically 水粒的 水这个 液压的 就是那个什么 液压机啊 力量很大的 用水那个压力 液压机啊 减断机啊 用压力 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 不相关 水粒的 或者液压的 液体压力的 consequently 就因此的 为什么叫因此 deliberately 就蓄意的 故意的 二就对了 蓄意纵火 故意烧 这个标准答案 可是题目写不好啊 这张吹毛求疵啊 反正我迷失看懂就好 可是我这边 话多一点啊 吹毛求疵 因为警察不能够 提高 警察为什么不能提高 警察只能逮捕 而警察逮捕之后 那谁提高 检察官提高 所以这个一般分三环啦 第一环就是 有人犯罪啊 警察去抓他 只能抓 作笔录 移送 只能这样子 不能告 但他可以写原因 我为什么要抓你啊 因为有人告啊 有人现场募集啊 现行犯 可以 你只能抓他 作笔录 然后移送 移送到检察官 检察官才提高 所以检察官才提高 那有没有罪呢 警察官不能决定 检察官只能说 我告他什么都提高 就公诉罪代表政府 有没有罪法官判 这警察不能charge 不能提高 而且另外一个 警察已经提高 当然不能提高 这边写错了 应该检察官 他移送 移送检察官 不能直接提高 这边不管了 反正他已经提高五个人 那怎么后来又的吗 又采取法律行动 又对抗十个 那你就一次嘛 提高五个 另外又采取行动十个 这不是搞不清楚 这是个句子 题目是 这个答案是写的很棒 这个非常 黑白分明 是非分明 这个句子写的怪怪的 这个 没有尝试 不合逻辑 不连贯 但是意思看得懂就好了 就tax 这一题也是 也是的语意不明 但答案也ok了 就这个税呢 is added 是附加上去的 加到所有的总费用 为什么呢 你去吃饭啦 吃饭比如说 1800 可是另外加服务费啊 我加税金啊 服务费 税金另外加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税金是另外加 added 然后加到总金额里面 然后add 在哪里去加呢 在cash什么东西 现金 你说这个我还没付钱啊 你这计算怎么就有现金算 cash root root是路线 现金路线 这不同啊 听不懂 cash register 登记 现金登记 这也不同啊 cash cottage 现金的这个茅草屋 这也不同啊 camside就是露营的营地 现金露营地 这题错了 你看四个答案都错 那你错了 有一个是答案 哪一个 register 你说不对啊 刚刚不讲了吗 这现金的登记 没错 可是一字多一啊 英文好的一听就笑了 因为cash register 叫收银机 登记现金 叫收银机嘛 钱一 一收钱 我放进去 钾钾钾 按东西 钾钾钾 那钱给我找钱 就出来了 收银机 cash rate 我说我们学 一个词啊 一个字叫单字 两个字以上叫词啊 所以我们说 英文说词性 这就不知道谁翻的 这个脑筋不清楚 这是单字嘛 字性嘛 什么叫词性 你说register的词性是什么 college词性是名词 动词形容词 它就一个字啊 这什么叫词性 词是两个字以上叫词嘛 这应该叫词性嘛 那谁怎么翻成词性搞不懂 然后什么介细词啊 什么翻得很烂 你说名词听得懂 动词听得懂 副词就听不太懂 那么介细词 你去问谁 谁听得懂 什么叫戒啊 什么叫戏啊 什么意思 名字取得很烂 明明是字性 怎么翻成词性搞不懂 所以它会把税金会加到总价里面 在这个收银机里面 但是并不包括在price 并不靠 谁看得懂啊 这答案是100分啊 是不是 谁看得懂啊 它说税金加到总金额里面 在收银机上会显示 但是没有包括在enterprise 语意不清 当然有看得出意思了 意思就是说 你来吃饭吃了1800 但是呢 1800只是你的饭钱 我们另外还加了什么 税金啊 甚至有服务费啊 另外加 在这个收银机上会显示 当然意思是懂啊 可是这也是price 这也是price 那你应该说 这是总价是没错 你应该说这边加个餐费 加个餐费 用餐的价格 这样就比较通一点 不然的话这个就是price 谁知道什么price 大概 这一集 这几个答案 这是我13个YouTube频道 都是英文的 都是蛮特殊的 可以的话就大家全部按个订阅 这一集讲到这里